扎谢罗宜表示,自己对中国足球经历的感觉并不好,中国的文化与我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,哈曼为了提升足球水平投入聚资,但是成绩依然很差,哈曼足球的组织不是很清晰,哈曼搞足球的途径只是在于精选。 2011年初,扎谢罗宜成为北京国安主教练,但仅仅4个月后,他就因为政绩不交而爱难教课。目前扎谢罗宜执教阿伦球国家队,在刚刚结束的亚洲奔赏,本土作战的阿伦球队打进了四强,编辑给大家当的反眠。